机动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和朋友以及助理手牵手走在绿白斑马线上 过马路更加安全 由于小爱爸爸机动市长谢国良积极推动行人友善政策 要让行人安心安全过马路 机动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也非常支持 同时积极争取下吸毒国小旁的斑马线重新化射成为绿底白线 同时有玻璃砂反射的斑马线提高辨识度 也提升行人过马路的安全性 让杨秀玉非常肯定市政府的效率 非常地谢谢我们那个基隆市政府交通处 那在我们七堵区 就是七堵国小旁的这个路口 就是说划设这个绿色的斑马线 这是我们市府推动这个友善行人环境的第二部曲 那这个友善它这个绿色的这个斑马线 主要它的用意就是增加它的辨识度 那秀玉在这边也呼吁提醒我们的驾驶者 我们的行车能够就是说在行进入口的时候 一定要友善行人老人还有一些血统 那秀玉在这边也就是说建议我们交通处 是不是能够就是说增设所谓的这个行人专用的实项 行人专用实项就是你让这个行人先通行之后 这个就是这个实项它耗置停止之后 我们再让这个车子再行驶可能会比较安全 另外杨秀玉也建议市政府是否可以在这个路口增加行人专用实项 配合划设对角时自行行人穿越道 人车分流应该更方便行人安全快速通过这个路口 秀玉在这边建议我们市府的这个交通处 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我们重要的路口 就是人流车流多的路口 能够增设所谓的这个行人专用的多实项对角线 方便我们的这个就是行人的一个通行 那在这个多实项的这个整个耗置停止之后 再让这个行人再让这个车子通过可能会比较安全 杨秀玉指出由于重置接合明德一路这个路口临近南新市场 过马路到市场采买消费的民众本来就很多 上下学尖峰时段学生和家长也很多 因此建议市政府可以评估在这里设置行人专用实项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